歡迎郭彥 哇 帶著你的 請坐 你要坐還是要再比較方便表演 其實要我表演嗎 可以沒問題嗎 我們先坐下來 可以先坐嗎 我不用真的OK 那我自己知道 好 你們要介紹一下 都不分我吃 來 你知道他有多誇張嗎 怎麼樣誇張吧 你坐下耶魯大學學霸 學合獎學金房子 放棄 就是想要在台上唱歌給大家 我愛錢 他爸媽氣到半年我跟他講話 現在講話了嗎 現在講話了 很緊張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一開始他們覺得就是 可能因為從小就學巧理性 然後一直在求學很多部分都很努力 然後就突然我就說 我想要換個跑道他們不太開心 所以一開始真的有一點 不是很開心 但是默默的我覺得他們有知道 就是我在流行音樂其實我很努力 就是都創作都製作 我都從零開始學 所以我覺得他們慢慢有 可能也不是很愛那就接受了 現在都OK了嗎 現在都OK了 當然有講話了 剛剛已經說了有講話了 有講話了 當然有 兩個講話很重要 真的 這算是第一次在台灣唱跨年嗎 沒有耶 我之前也有唱過 但是我第一次在麗寶 然後第一次在台中 對 你覺得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很棒 我覺得很熱情 而且其實我爸也是台中人 真的喔 台中人 對我很開心可以 不是新竹人嗎 我媽是新竹人 對 但我爸是台中人 所以你也是有台中協同嗎 對 所以我就是有一些什麼過節日 還是會回來看阿公 所以你對台中熟嗎 不是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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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丸很好吃 對 所以你喜歡吃什麼 我最喜歡吃台菜 台菜喔 台菜喔 我真的很愛吃 煎豬肝是不是 很愛 很愛 熱潮類的都很愛 所以我們很容易會在那種 一百元熱潮看到你是嗎 應該會 因為 邊拉前邊吃 OK 那有沒有 這個小滴井 因為不是很容易 因為有些人就是 學起來就會變沙土腳 你真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有沒有小朋友 或者說其實請練習就是 你的絕招 我覺得 我覺得練小滴井就是要有耐心 真的 對 沒辦法 如果 因為其實鋼琴就像你說 一攤其實聲音還OK 對 就是可以忍受 但如果一開始小滴井拉的 可能會還OK 但我覺得要有耐心 其實那個帶 就是那個價值是很高的 我覺得其實我 可以拉小滴井 我覺得小滴井最像人神 真的喔 我覺得比鋼琴 又比鋼琴更像 因為它還有呼吸 我覺得換弓就是像呼吸 然後抖音什麼的 鋼琴也沒辦法抖音 所以我覺得 當然鋼琴的表現方式不一樣 但我覺得小滴井是 真的很接近人生 你幾歲開始學的啊 我 從六歲 真的喔 從小培養了嗎 其實這是老師送的 老師送的 我們有說 你除了小滴井之外 還有其他的樂器嗎 有學嗎 有耶 其實因為我創作 用小滴井創作 比較困難一點 我大部分都是用吉他或是鋼琴 對 你方便可以露個一首嗎 可以啊 來分享一下 有活了 獨家 獨家 莫福利 好 好 來個小便的女人好 我跟銀鏢的來一首 你說 我女生贏的嗎 沒有 順便的女人 我這樣亂講 哈哈哈哈 你家裡是大名曲 沒有 你喜歡就好 那我拉比較五點一點 好 我覺得大家耳中能想 OK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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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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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懷孕了 我有個問題耶 當你們每次拉得很陶醉的時候 請問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其實就是在想音樂 其實也沒有特別在想 我覺得你一到特別在想什麼 我覺得音樂就會稍微有一點分心 可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像鋼琴 大提琴 說是大小號之類 他們都可以看譜 那小提琴要被譜是不是 也是要看譜 但是應該說看了十幾二十年 也都背起來了 現在在show off就對了 是不是 那是細苦的 我會被稱為是你知道 最猛的小提琴歌手 現在有在練嗎 我還在練 還在練 你都沒有鬆懈過嗎 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還是 因為第一 我很愛運動 然後就開始健身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一個 是一個很好的發現 然後我覺得是跟小提琴 是完全反差很大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喜歡 所以你現在最滿意什麼部分 最滿意什麼部分 你是外型還是大胸肌還是 我最近正在減脂 然後我差不多這三個禮拜 瘦了五公斤 你有什麼方法瘦的 可以教教我嗎 我剛剛看到這些 我會想吃的 不好意思 我會 我覺得吃是OK的 但我覺得很重要是時段 對 我覺得吃的時段要短 你幾點以後斷食 對 幾點以後 我是七點之後就沒吃 然後我是1點才開始 所以你168對不對 你也是168 你看 我可以說有效 真的 真的 那你趕快成效給我看好不好 我已經成效了 成效了嗎 我有成效了 看不出來嗎 你不過怎麼是來賓 並且吵架 我都搞不懂 我覺得我們現在 我們是至少也有了 對 好 那接下來有什麼樣的計劃呢 我明年會發我自己的專輯 對啊 明年還是今年 啊 今年 對 明年也不好 對 會發我自己的專輯 然後會是單曲單曲發 然後已經準備了蠻多首首 希望可以 對啊 希望可以帶新作品來給大家聽 那我有個小問題喔 是 在這個這麼好的家族裡面 請問師兄肖敬騰有沒有特別的照顧 你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毛肖就是他真的很厲害 我每次看他表演 我都學到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 其實喜劇也蠻讓我有空間 可以做我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我很開心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音樂如果要有感染力 一定要去花時間 去自己去摸索 是 是 那你有特別欣賞老蕭哪一個特點嗎 我覺得他最愛是 他在那邊跳樂啊 跪在地上什麼 那個聲音都是110分 那真的是很難的 尤其自己在台上 自己知道跑來跑去什麼 那個身體的調理啊 那聲音的控制 真的超厲害的 我們希望可以開一個歌唱 好多歌手都喜歡開歌唱 我們希望 當然會啊 一定會站上小巨蛋的 你一定會 期待你 你是會動感歌手嗎 你會跳嗎 還是是要突破的 會一點 因為我之後的音樂都蠻多動感 蠻多group的 我這樣我會很期待喔 真的嗎 也不然來個頭轉 來 頭轉 他好像在Cue自己 對對對 他一直在 欸你看得出來 是不是他一直在Cue自己 他說你那個breaking 那整個就是 然後你說頭碰 不是 那不是女生的動作嗎 對 來為我 唱一看然後現在頭轉 你這樣很傷心喔 我這樣 好 希望下一次 你就是發了這個專輯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次邀請你們 好不好 恭喜 分享 謝謝莫多姨 謝謝 謝謝 加油喔 加油 加油 台中立寶跨年GO 超大他降臨開場 蕭敬騰玩頭安心雅 連續兩天 雙演唱會還翻天 最有趣的幕後互動 都在中天娛樂頻道 打開YouTube 搜尋中天娛樂頻道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精采新聞不露節 1989年 將anking… bell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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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